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期视频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款看起来性价比就贼高的显示器是否物超所值 我们先来看一下外包装 这款显示器使用的是白色背景加绿色字体的彩印纸质包装 正面和背面都拥有产品的宣传图 包装正上方提供了快速安装注意事项 打开包装之后我们看一下配件 配件提供了电源线一个 地皮线一根 教室报告两张 保修卡一个 壁挂螺丝柱四个和小螺丝三个 我们先将支架嵌入显示器背面的凹槽 然后用十字螺丝刀拧紧配件包装附送两颗小螺丝完成固定 再将底座对准支架拧紧底部螺丝即可完成安装 这个安装过程不算特别方便 毕竟没有提供这个十字螺丝刀 如果是在校期间的学生用户可能还要花时间借螺丝刀或者去买一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这块显示器正面是三边窄边框的设计 下巴正中间是不发光的碳产军团绿色logo 右下角是显示器的OSD按键 背面是显示器常见的核型传统皮肤 正上方还是显示器的三二孔 正下方可以看到显示器的接口 分别提供了USB HUB两个 USB上行口一个 65W Type-C反应快充一个 这个好评我都没想到它还有这么一个功能 DP1.4接口一个 HDMI 2.1接口两个 3.5毫米音频口一个 电源口在显示器的另一侧 D接口实测可以开启4K144Hz 10bit 且不产生明显的色阶段层 HDMI 2.1接口实测可以开启4K144Hz 10bit 且不产生明显的色阶段层 Type-C接口实测可以开启4K120Hz 10bit 但是颜色格式为422 色深测试图肉眼可以看到轻度的色阶段层 连贯性介于8bit和10bit之间 这个不知道算不算10bit 下调至60Hz可以做到4K10bit全范围输出 充电测试连接到笔记本可以看到能够达到65W 这款显示器的支架功能就比较少了 目前仅支持升降和飞翔调节 升降阻尼杆均匀 四八感不错 手感整体适中 晃度幅度很小 飞翔角度调节阻尼杆均匀 手感厚重 需要稍微发力才能调节 晃度幅度较小 它不带垂直旋转功能 可能是因为4K高刷 一般也不会作为负屏使用 有额外调节需求的小伙伴 需要另行购买75x75的支架币 最后我们附上显示器的空间阵容数据 让各位小伙伴 确认好自己的电脑桌 是否有足够的空间放置 我们接下来把它点亮看看 开机缓解显示器 会先显示太阳军团的绿色logo 进入到桌面 花费了约9秒 速度一般 待机幻影测试 全程花费了不到6秒 表现较快 通过电子显微镜拍摄 可以看到像素点 为榆林垂直拍步 进入到桌面后 第一观感就是色彩鲜度 中规中矩 但是有明显的油腻感 这会导致黄色和蓝色有些暗沉 亮度按照我以往的肉眼经验 它可能没有超过300尼特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OSD功能 显示器的OSD界面 是泰坦军团的标志性绿色 加黑色背景UI设计 内部提供了显示器常用的基础功能 这里我们顺手开启了PPP功能测试 不管是PPP1比1 还是1比2 还是2比1 都能保留图纹原本的形状 没有产生形变 有分屏需求的用户 可以放心使用该功能 预设的几种情景模式 我们整理了色温和亮度数据 这里面所有的情景模式的亮度 都是锁定不可调的状态 并且三个游戏模式中 只有MOBA是比较明显的冷色调 此外我还发现一个问题 摸着模式的亮度 并没有达到300尼特 这款显示器官方宣传的300尼特亮度 出现在了自定义模式 而自定义模式的色温 相当接近6500K 很明显会肉眼偏黄 可是我们发现调整色温 又会导致亮度下降 这就使得用户只能在亮度和色温里 进行二选一 对于不依赖高亮度的用户来说 影响倒是不大 但是对于习惯了高亮加冷色调用户来说 就稍微有些难受了 这款显示器还内置了一个自带的音响 如果用于看视频的话 只能提供比较基础的听感 人声是比较干瘪的 也几乎听不到重低音 有音质要求的小伙伴 建议佩戴耳机或者外接低音炮 接下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的音乐效果 下面进入到实测环节 我们先测试了这款显示器的帧数 使用TEST UFO真跳过功能 分别以11分之1秒和15分之1秒的快门 进行了抓拍 得到的图片分别为14格和10格 且没有出现跳格 符合官方宣传的144赫兹 OD显示器的环节 我们先用TEST UFO追踪相机功能 以1000分之1秒的快门 对正常快超快三档进行抓拍 从OD快这一档 就已经产生了明显的鬼影 那我们通过光学实验室的仪器 测试这款显示器的OD 无鬼影响速度为3.58毫秒 而且非常快的一个水平了 在2000价位的显示器中 已经属于T1梯队了 随后我们运行了CS GO 开启OD快这一档 能感觉到画面中建筑和人物的描边 有轻度的过冲归影 下调到正常这一档 就可以获得全程丝画的游戏体验画面 然后我们测试了它的频闪 我们记录了各个情景模式下 以及HDR模式下的波形图 这款显示器属于全程DC调光 不会产生上映的频闪 通过光谱仪测试 实测蓝光峰值在455.7纳米左右 所以这款显示器属于硬件级低蓝光护眼 该眼睁用户会特别需要 这倒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同时我也发现官方宣传业 也没有标明这个德国莱茵认证 应该是在节省额外的认证费用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色彩表现 末日模式 实测覆盖100%sRGB 84.05%倒闭2GB 89.27DZP3 色温7054K 色准平均DLT2.29 最大值4.06 色彩均性 最大偏向值为DLT2.8 亮度均性 最大偏向值为16% 属于色彩鲜艳度 比较一般的冷色调 sRGB模式 实测覆盖100%sRGB 色温7023K 色准平均DLT0.48 最大值4.73 色彩均性 最大偏向值为DLT3.2 亮度均性 最大偏向值为19% Adobe RGB模式 实测色域覆盖 81.14Adobe RGB 色温6961K 色准平均DLT1.75 最大值3.99 色彩均性 最大偏向值为DLT2.4 亮度均性 最大偏向值为20% DCI-P3模式 实测色域覆盖 88.05% DCI-P3 色准平均DLT0.96 最大值为3.88 色彩均性 最大偏向值为DLT3.4 亮度均性 最大偏向值为19% 从这几组书记也可以看出 由于Adobe RGB 和DCI-P3的色域覆盖 是比较低的 所以这款显示器 是不适合兼顾印刷工作 或者作为苹果电脑的 这个拓展屏的 有偏差 所以只能满足Windows用户 进行非专业的设计绘画学习 我更建议回到默认模式 将色温调整到 用户自定义的 50比50比50 这个时候色温在6400K左右 是所有模式中 最适合入门设计绘画学习的数值 亮度对比度测试环节 有喜有忧吧 HDR开启后 预热30分钟 测得峰值亮度 比默认模式提升了约20尼特 但是依然没有达到300尼特的亮度 这里我有些失望 但是显示器的对比度 保持在1200比1 对于没有分区背光的IPS屏来说 这算是一个很出色的结果了 接下来我们借此机会 看一看3A大作的明暗场表现如何 SDR模式 先来到白场 肉眼可以看到太阳大致的光芯位置 没有完全和光运糟糕的融为一体 这里给一个小小的好评 植被和天空看起来鲜烟度比较一般 视觉体验有一点打折扣 白场表现综合来说算是无功无过 来到夜景 画面中可以看到灯管清晰的轮廓 没有被光运吞掉 整体的画面也不存在光运过大扩散的问题 阴暗的角落也可以看到还算清晰的表面细节 美中不足之处在于屏幕的峰值亮度偏低 场景的光源核心区会看起来有一点点假白 但夜景整体的画面还是说得过去的 最后看一下室内暗场 一开始是不能看清墙壁上的涂鸦 以及瓷砖的纹理的 虽然没有暗成黑块 但距离看清暗部细节也有一定差距 OSD功能尝试后最理想的方案 就是将暗部平衡上调至60 暗场表现会得到小幅度的提升 暗部平衡导致的发挥问题 也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这个暗场体验我觉得比较一般 HDR模式下 白场肉眼可以看到太阳的光运 有了更加清晰的轮廓 但是光运和天空的色彩衔接 我觉得很不自然 导致太阳看起来是很假的 就像一个灯泡一样 镜头挪到人物以及植被 色彩的感受就是感觉表面 打上了一层黄灰色的蜡 损失了部分高光导致立体感下降 基本不建议白场居多的塞 开启HDR模式 夜景表现也比较高 只有暗部细节没有变差 但是灯管的光运 吞掉了灯管的轮廓 还产生了光运扩散的问题 画面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光污染 室内暗场的暗部细节 比HDR模式表现稍好 墙壁上看到了相对清晰的涂鸦和瓷砖 黄裤四周也没有看到 比较明显的发灰和发白的问题 综合来说 这款显示器仅建议在 SDR模式下运行3A大作 整体的画面表现是足够合格的 但如果在HDR模式下运行游戏 我是完全不建议的 最后再让我们来看一下 HDR偏远的体验 色彩方面 红绿蓝三色系的饱和度比较一般 44秒可以看到原本为橘色的灯光 更偏向于黄色 但是好在没有油腻感 51秒的彩色灯 可以看到绿色蓝色的饱和度是不足的 橙色和黄色有一点色彩粘连 色彩表现10分满分的话 PR8H2V我可以给到5.5分 高光表现可以参考 23秒建筑之间的广告牌 这个亮度层次感表现一般 但是也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过曝导致吞色 10分满分的话 给一个及格分 6分问题不大 暗场表现参考44秒的画面 右下方的摆栏窗 肉眼还是可以看到还算清晰的表面细节的 左一半画面没有完全变成纯黑色块 1分40秒也可以看到 左后方的西灯大厦 大致的外轮廓 HDR偏远暗场表现 这款显示器10分满分的话 可以给到6.5分 总的来说 这款显示器的HDR偏远 放在HDR400显示器中 属于中等的水平 高光和暗场都没有拖了 只是色彩不算鲜艳 有要求不高的观影需求 可以考虑开启HDR功能 那么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款产品 我们还是先回到售价 1999元能买到4K144Hz的品牌显示器 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应该是除了债场之外 第一款2000块钱的4K144Hz 满血HDM2.1接口 还带65W Type-C反应快充的显示器 所以它最大的优势其实是性价比 另外P28H2V还拥有非常不错的 无规影GTG显现速度 也就是说在FPS竞技游戏上 是不拖后腿的 由于它本身是Fast IPS面板 也不像前两天我们测试的V面板那样 0-102会接显现速度偏慢 导致了深色脱影 最让我惊喜的是 这款显示器竟然是硬件级防蓝光 虽然官方没有宣传 但是这个功能我个人认为是十分重要的 再加上它的DC调光 显示器的护眼表现也非常出色 不足之处就是色彩表现 可能是背光层还是节省了成本 所以这款显示器的色域覆盖是不够广的 Adobe RGB和DCI-P3两个色彩模式 算是形同虚设 另外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观影体验和HDR表现 还有就是亮度激发的比较一般 没有达到300尼特的合格线 所以我们建议在不受强光照射的房间使用 其实我们日常使用的话 这个显示器亮度在280尼特左右并不难受 只是没有更高的峰值亮度 可能会影响高光画面的发挥 但是考虑到价格 这个不算是缺点 只能算是美中不足 这款显示器之前已经上过我的推荐清单了 受小伙伴的邀请 特意自费买回来做一个评测报告 希望能对各位选购产生帮助 如果还希望看什么显示器的评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感谢观看